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官 以謀殺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罪名 判處前警察肖文22年半的有期徒刑 肖文在逮捕過程中 以膝蓋壓制弗洛伊德的頸部 導致他喪命 事後也引發全球的抗議浪潮 前方原本求刑30年 但法官只判了22年半 45歲肖文如果在獄中表現良好 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 就約大概是15年左右 就可以來申請假釋 請大家訂閱、按讚、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